近日,香港大学卫生物学系团队证实,一名新冠肺炎康复者自欧洲返回香港后,其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再次呈阳性。该患者是第二次感染新冠病毒,属全球首例。事件引发广泛关注,有媒体形容其为让世界紧张的病例。 8月25日,香港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子超表示,不需要为个案太担心。被证实二次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为一名33岁的男性,他于今年3月底确诊感染新冠病毒,4月中旬康复出院,8月初在欧洲旅行返回香港后再度确诊,入院时已检测不出其体内有抗体,因此确定其为康复后再次受到感染,而非抚养。 梁子超表示,这只是一个个案,还要继续研究。 研究资料显示,新冠肺炎确诊患者体内的抗体水平,会在其感染数个月后逐步下降。 梁子超认为,此次到二次感染反映出来的问题,包括免疫的持久性,以及未来疫苗保护的时间和接种周期,结果还要再进一步研究。 这个新冠肺炎的病毒,变化的速度似乎比流感慢,问题反而是新冠肺炎究竟出现的时间和频率有多大? 并且出现时时,他们的重性和团阅性,究竟会不会有改变呢? 其实从一个过往的人,就是有一个确切的论,我们都是要再看看其他的过往会继续出现。 梁子超称,香港目前疫情依旧严峻,呼吁市民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,尽量待在家中,切断传播链。 如果发现身体不适,应该迅速去检测或者就医,减少传播的风险。 当天,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通报,新增19宗确诊病例,累计确诊个案增至4710宗。